她当时在学校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位女孩子 她的容貌可以说也是算笑话级别的 就是追求她的人也比较多 很多男生跟她写一些信 当然在那个时候也是属于上情书的这一种 然后也有经常看到她是用带子提 就算说是有点夸张 但这是事实 这么好个女孩竟然沦落到这个样 同学们哪受得了啊 张胜率先在微博上发布了琪琪的遭遇 对琪琪父母的行为进行了控诉 把自己的女儿锁了五年 如花似玉的孩子彻底毁了 看着可怜的孩子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希望大家转发谴责她无良的父母 也希望政府部门救救孩子 微博上还附上了两张照片 照片中一个消瘦憔悴的女孩被关在一间杂乱阴暗的房间里 她近乎赤裸半身被杂物和垃圾掩埋 作为同学 作为邻居 确实也看不下去才会传播 但是这种方法 这种做法绝对是不对的 张胜的微博发出之后 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网友纷纷谴责琪琪的父母 良心泯灭 残忍虐待自己的女儿 更有不少网友和爱情人士 自发组织起来打算解救琪琪 于是才有了故事开篇那一幕